近来频传的银行存款倒体案闹得人心惶惶 国家银行沉默多时后终于发生 发文告要求所有银行必须采取高标准的安全措施 保障在互联网和手机上使用银行服务的安全 否则国行将会采取适当的监管和执法行动 针对未经授权的交易 国行要求所有银行确保适当的沟通 并未已经采取必要防范措施保护自己的客户 提供适当的帮助信息和公平的赔偿 国行强调当局严正看待近期各种形式的金融诈骗 促请金融业必须以新的运作方式保持警惕 当局也会一直和警方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 打击金融欺诈和诈骗 并提高公众对新型欺诈策略的认识 同时敦促执法当局展开及时有效的调查 追讨被盗的资金 民众也受促保持警惕 不要随便暴露个人信息 或从未经验证的来源下下载文件或应用程式 请您接触继续 感谢观看